大明近三百年的历史中英杰辈出 比如开国的徐达 常玉春 李善长 蓝玉 比如拯救大明的于谦 改革大明的张居正 激进圣人的王阳明 抗窝的七纪光 儒家完美化身的海瑞 再如明末的孙成宗 袁崇焕 孙传廷 卢相声等等 王守仁 于谦和张居正 是明朝时期的三个了不起的人物 但是如果在这三个人之间一定要排一个顺序的话 我个人的排名是于谦 张居正 其次才是王守仁这个圣人 于谦的功劳在于力挽狂澜 将明朝从靖康之耻的悬崖边上给拯救了出来 力挽狂澜于祭岛 于谦人生最高光的时刻就是北京保卫战 当时的情况是瓦剌大军在土木堡打败了明朝20万主力 甚至俘虏了皇帝明英宗朱祁镇 作为首都的北京城内空虚人心惶惶 有不少人已经主张难逃 这种情况和南宋初期何其相似 朝天一味的逃跑将大好河山弃之不顾 对于当时的明朝而言一旦离开北京 那么他们最好的结局就是另一个南宋 就在这个时候于谦挺身而出 先是拥立朱祁玉作为大明朝的皇帝 让在瓦剌人手中的明英宗成为了前皇帝 一来表明了大明帝国抵抗到底的决心 另一方面也使得瓦剌人想借用皇帝来讹诈大明朝的梦想破灭 然后积极组织北京保卫战 并且亲自出战 最终的结果是明朝在于谦的力挽狂乱之下 击退了瓦剌的进攻 保住了大明江山 让大明江山没有走上当年晋朝和宋朝的老路 当年晋朝和宋朝也遭到了来自北方少数民族的强力攻击 但是最终他们没能扛住只好南谦 而于谦通过自己的努力力保大明不惨 这对于大明的历史贡献自然是相当大的 当明英宗回来之后 他发动了夺门之变 推翻了弟弟朱祁玉 其实在此之前 于谦就已经得到了情报 但他选择了隐忍 因为他知道 如果他出手干涉 会造成极大的混乱 会使得刚刚平稳下来的大明政局出现动荡 他也知道 如果自己不出手的话 英宗复辟 他就是第一个上断头台的人 但是他没有选择 他宁愿牺牲自己保全国家 所以在对于大明朝的忠诚这方面 张居正也好 王守仁也好 都不能和于谦相比 在历史贡献上 他使得大明朝避免了灭亡的悲剧 在这一点上 首席太师张居正 圣人王守仁 都远远不及 在我的榜单里 第二名是张居正 张居正这个人之所以能够被历史记载 就在于他的改革 他为了实现心中的理想 不惜和别人所看不起的太监合作 强势推行一条编法 推行考成法 一系列新政的推出 使得一向不求有功 但求无过的明朝官员 迸发出了无比的工作热情 大明朝的国力 在经历了近200年的统治之后 重新又迸发出了活力 万力新政所取得的成绩 可比所谓的统治中兴 要含金量高得多 在对外上 他重用七级光 李承梁等名将 尤其是七级光 他对于七级光 几乎是单方面的盲从 属下不如意 换 监军不如意 换 上司不如意 依然是坚决撤换 七级光投桃报李 在他驻守边疆期间 敌人不敢轻易扣关 张居正的时代 可以说是明朝 自仁宣之治后 最好的一个时代 真正做到了军队强大 国库充盈 商业繁荣 百姓有钱 他的存在 给进入暮年的大明帝国 大了一针强心计 让大明朝 重新回到了世界之巅 他的一系列政策 使得明朝 积攒了足够的力量 在明朝 行将就墓的时候 打赢了万历三大争 这样大规模的战争 可以说 张居正 是位大明朝 续命六十年的 头号大功臣 第三 才是王阳明 对于明帝国来说 王阳明的功劳 主要就是平定了江西宁王叛乱 以及在断腾侠打败叛军 王守仁打仗的特点 就是一个字 快 他是谋定而后动 用脑子打仗 藩王问题 一直是明朝的一个大问题 朱元璋建立明朝的时候 重视了外戚问题 宦官问题 权臣问题等等 但是并不怎么重视藩王问题 或者说 他虽然对藩王问题 采取了一定的措施 但是效果并不明显 最终引发了静难之意 这样的藩王造反的大灾难 朱棣上台以后 虽然继续削弱藩王的权力 可是也没有彻底解决藩王问题 也因此造成了宁王的叛乱 王阳明一介如生 而且手中并没有兵权 但是王阳明却能够筹集兵马 迅速就打败了宁王 体现出了 他不但具有矿石的文采 同时也具有卓越的指挥作战的能力 而王阳明的努力 也确保了明王朝内部的稳定 此后藩王叛乱的问题 明显就减少了 王守仁平叛的功劳 不可谓不大 但是和于谦 力挽狂澜于祭岛 张居正为大明续命60年 这样的功劳相比 黯然失色 当然 王阳明的主要成绩 并不在于他出色的军事能力 而是在于他创造的阳明心学 这三个大臣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他们对于挽救大明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于谦是打击外族的入侵 王阳明是打击内部的叛乱 张居正则是从明朝自身下功夫 让自己自立自强 从而让别人打不败 可以说 从保家卫国的角度来说 大家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不过如果非要对这三个大臣进行一番对比的话 我认为对于明朝的贡献 于谦第一 张居正第二 对于整个中国历史的贡献 王阳明的历史贡献最大 为什么这么说呢 于谦的所作所为 避免了明朝的覆灭 其贡献自不必多说 张居正所做的是增强明朝内部的生命力 只有内部的生命力变强了 无论是对待外部的侵略 还是对待内部的反叛 当然都是不怕的 不过要说到对整个中国历史的贡献 无疑是王阳明 王阳明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思想家 中国古代的思想家 在春秋战国时期 出现了大爆发以后 后来就停滞了 之所以停滞了 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是春秋战国的思想水平太高 后世很难再出现这个样的高度 二是秦始皇 汉武帝等皇帝 都对思想文化进行了残酷的专制 这种专制自然就造成了 思想文化的发展挺之不前 从秦汉到明朝 中国思想史的发展 除了在宗教上有所突破以外 思想上没有更大的突破 也就是在儒学上想些办法 到了宋朝时期 儒学发展成了成诸礼学 成诸礼学实际上也造成了儒学发展 走向了僵化 不过王阳明在这个时候提出的心学 应该算是思想史的一个突破 王阳明的心学我们现在把它叫做主观唯心主义 但事实上用现代西方哲学的观念来框我国古代的思想是没有道理的 王阳明的心学实际上是对人心的一种解放 也是对人性的一种解放 让人们反抗封建禁锢 寻找心明的解放 并同时寻找人身的解放 所以说王阳明对于历史的贡献显然要大得多 以至于直到现在 我们依然还在受王阳明心学的影响 如果您觉得本期节目还不错 请您别忘了按一下屏幕右下角的订阅按钮和小铃铛 方便下次给您带来更加精彩的节目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下期节目我们再见